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云端的数位学习 那么 你看 除了找资料 学东西也是你的知识来源 对不对 那么 在那么多的里面 我把它稍微先区隔一下 就国内跟国外的 国内跟国外 国内的 像我们刚刚这个中小学网路大学校也算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 是叫做劳动力发展数位平台 这个课程也不少 课程也不少 好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他长的样子 有没有 长得像那这个部分的他 比较会有一些简定的 简定然后技能类的 技能类的一些 资料 高中的 高职的 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所以 你可能在这边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子 那一样 这个网站的话 他就不用 一定要用IE 他用Google的火湖的 课程 看都还不错 都可以支援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呢 像这个公务人员的学习 大家都知道公务人员还不错嘛 福利还不错的 好 那 在这里呢 也有 他也有开 虽然你不是公务人员 但是他也有开放 一般民众 有些课程你还是可以看 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怎样 都有买版权的嘛 那所以 一段时间都会有增加新的 新的课程进来 所以 课程是随时会再增加 你都可以在这边去 找 这样OK 反正 注册还是要注册 那个过程我们就不用看了 我们把资源介绍给你 你会比较清楚 好 台北一大啦 这个都不错 那 另外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他现在还在 发展中 他叫EDUS Taiwan 那么 他这边呢有一个 特别的在意说他有一个叫 I do club 因为在国外比较多 等一下我们看国外你会看到 在国外会有比较多就是教你怎么动手做 我们常常 会有人会说我们国内的教育方法 都比较偏重是什么 就是念书嘛 对不对 都比较少实做的 那这里呢就有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这里有没有I do club 他有一些课程的说明 那当然他现在那个线上学理评测 他们还没有建置好了 只是 在筹备中 所以你看 我可以依据不同的年龄 有没有 选课程 你也可以根据类别 有没有 好 他就会告诉你说有些东西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一步步教你 好一步步教你 那这个在国外比较多 国外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国外的你看 国外最有名的 这里 已经有人把它翻成中文的 myoops 这个跟大家大学的里面就比较相关 因为这个都有翻成中文 所以你可能要找比较容易 有没有听过 这个 有吗 常在电视上看到 因为世界名人 很多人的演讲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 这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毕业生演讲也有 这里有一个 你看 右手边 热门推荐的 他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 到底你要看哪一个 我不知道 但是 你可以从这边 得到很多 全世界的讯息 那因为他们都已经把它翻成什么 就是有中文字幕 所以如果说我不是那个领域的 人 我要看也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你看也有PDF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部分是 很不错的 那这个都是人家义务去 翻译的 所以你可以 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看看 那 另外我们来看 没有翻成中文的 也很多是好看的 这里面就包括这个MIT的课程 就包括NIP的课程 那 台湾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 那对岸也有 对岸如果你觉得 可以的话 有时候他们速度比较快 你把MIT的课程翻成中文 对对对对 就是那些课程他都已经翻成中文 不管是繁体还是检体 只是说 速度各有 有快有慢 有快有慢 那另外 哈佛跟麻省理工学EDS 这个也是 所以你看到上面的 因为其实 你在大学领域里面可能 有一些尤其是研究所 这个 会有比较多专业性的知识的 你可能就要去看国外的 因为国内也不够 那这个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 很好的 那 你现在看到这个 他新的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说明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顶过去 因为完全都 顶尖大学完全免费课程 为什么 你不可以去修看看 对不对 你修这个 也没有什么课程压力呀 不用叫作业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得到很多知识 所以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要列在这边 另外像 这个啦 还有什么可汉学院 这些都是 都是一些不错的 一些 那 这里的话呢 我们看看 中文的参考说明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还特别把它列出来 你可以用那个关键字去找一找 可以找到很多 因为现在数位学习之下这个 他们也是一样有没有 他们透过一些合作 他们可以获得 资金码 那 基本上他们就是把课程 分享出来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课程再多学一些 东西进来 那 至于 这个我就 其他我就不用再讲 好那 跟我们刚 I do 比较类似的就是这个 How to do everything 什么东西要怎么做 有没有 这就比较生活化一点 好比较生活化 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边 他教你很多 不管是科技类的 还是生活应用类的 怎么自己动手做 因为我们的教学面 应该是只有国中有那个什么 或高中有那个公益有没有 以前我们国中我是上家证 所以我会缝扣子 缝那个 缝那个枕头袋 因为我当时是男女合班 可是一边是上家证 一边上公益 好那 你看好这边有没有 How to do的 对不对 那 这里呢 有很多 教你怎么去做一些东西 你看 你看 那个 礼物啊 对不对 像这样子 怎么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不错 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国外 类似像这样怎么做的蛮多的 好 那 接下来我们 再介绍各位一个 Google还有一个图书馆 有用过吗 没有 Google 搞不好以后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因为这个图书 你看啊最近今天 有 听到一个 新闻啊 就是朝阳科技大学 他说他们的图书馆是所有科技大学里面最多的50万册 50万册你觉得多还少 可以是多啦 但是 你买进来之后那个才是麻烦 因为书有可能会损坏嘛 对不对 那你要维护啊 书是不是很占空间 所以东西要多 那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事实上你在这个Google的更多服务里面 你可以找到他有一个图书馆 有一个叫Google图书 有没有 你点进来 那 一样 跟我们刚刚在用那个 电子书 有雷同的概念 我们今天要看书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网路上是找不到书全文内容 找得到的一定是没有版权问题的 比较多 找得到的话 那 找得到的是版权比较OK的 找不到的就是新的嘛 或者是版权他没有 开放出来 那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Google图书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找什么 找自己的图书馆 那当然 目前来讲 中文的资料相对比较早 因为他要每个国家慢慢谈慢慢谈 对案比较多 因为对案不太有版权问题 好 所以 你会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 就是那个 那 你可以透过这里呢 不是Google Play Google图书 你可以建一个自己的图书馆 比如说我的清单 比如像老师如果要开给同学 参考书的清单 假设上面有就给你看 对不对 那我要找资料的时候我可以整本书都找吗 整本书的内容都找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他上面这里面 像我平常我也喜欢自己做分类 有没有 我看到的一些书 我做好分类 像科普的 这个是 不过这个 他是杂志类的 以前台湾有 叫做什么 他就Science 不知道中文翻做什么 我突然忘记了 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 因为 成本比较高嘛 我找那个有书的 好 比如这里 好 假设我要找这一本 看到了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要找这本书的内容 有没有发现 这里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 你也可以预览 我找一个叫做 Puppet 好 有没有看到他书里面告诉你哪页有这个关键字 这样有没有变得比较简单一点 跟我们电子书的概念是一样的 好那你可能会想 出版社一定 这样大家都不用买 对不对 其实没有 因为你现在 一般我们在线上看书 买书的时候 他有没有给你预览几个章节 有嘛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他这本书是没有版权问题的 他全部开放了 那当然你就可以全部都找 那么 如果他是只有开放几个章节 也没有关系 他会告诉你说 比如说这个页面 你看无法预览 有没有 因为这个是 属于没有开放的章节 那 这里呢 是属于有开放的 所以他会直接标示给你看内容 就算没有开放他会告诉你说 哪一本 哪一页的 地方有你要的关键字 所以这样子对书商来讲 尤其是冷门书 我们一般在所谓的书局 你是不是只能看到什么 热门书吗 或新的书 比如说你去成品啊 对不对 你 旧的谁要放在上面 不方便 那对于书 书商来这是有好处 那除了内容 能见度比较高 还有很重要的 你看他左手边 去哪里买书 对不对 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这本 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我又能够透过线上 查到他全文内容 又可以透过 这个实体书店 买到我要的书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 麻烦的是说他要去慢慢谈 因为出版社很多嘛 所以要慢慢去谈 所以中文的还在努力中 但是英文的 还有对岸的简体的 非常多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这个 参考一下 看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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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